身為一個工業系的男子 想必一定會有很多東西 是各位喜歡工業工程的人 很愛的 A比你優 其實我們去的那個地方 你知道離那個游泳池非常近 看起來很漂亮對不對 對 這個時候我就要開始講 我們很自豪的地方了 你知道這個杯子誰用過嗎 誰 猜猜 該不會是 不是我 用過這個杯子的 是綠 在你知道全世界裡面 有四萬多家超過一百年的企業公司 那有兩萬多間都在日本 所以在我們今天伴手裡 大家可以最後猜一猜哪一家 其實它是超過一百年的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我們這個影片是拍攝在日本回來了之後 在這段時間呢 很多YouTuber都到日本去開箱 然後買了很多名產品 介紹了很多在日本很有特色 跟有各種小吃的東西 那我們呢 身為一個工業男子 我買的名產 一定跟人家不一樣 如果你是喜歡工業 喜歡武士刀 喜歡這種家族企業傳承 你一定可以好好參考我的這條路線 我們再上去的旅程 從東京以外 我們還有去一個地方叫 新瀉 那我只非常推薦大家 去的一個地方叫 驗三條 怎麼去呢 自己Google啊 我們又不是旅遊頻道 你自己想辦法怎麼去嘛 你知道日本的那個景點的文化 就是從新瀉那邊開始的 他們就有展示 就是當天有在賣景點 然後那個景點 我記得我們拍到那個 他說最後那個社長跟我的賣多少錢 2億 2億綠幣 大概這麼大喔 景點喔 景點就是你的那個 無法的 不好笑 不好笑 對 不好笑 沒有啊 那個景點的寬 大概這麼寬 看起來很好吃啊 這是我在那邊第一個買的東西 這間公司叫做 春樓斷製屋 這樣子 說起來對不對 就是一個 那就像是一個名片盒 然後中間這個 它還附了一個小鐵盤 這小鐵盤可以幹什麼咧 把它卡在裡面 你可以當成那個小竹台 就是中間你可以放一個套東西 然後上面可以在野外露營的時候可以加熱 另外一個功能有沒有 就是你把它墊高 就這樣子 有沒有 放上去 這樣子 栗子擦在中間 對方咖啡 它其實裡面沒有多餘的零件喔 然後合起來的時候 它都非常的大棒 有沒有 就是出去野外露營的一個佼佼準 我們7700塊日幣 會不會覺得有點像被當潘娜的感覺 很像 很潘娜 超潘 我在日本就被呸慘了 如果你是個酒鬼 我就非常推薦你到新瀉車站 因為新瀉車站的那個裡面有一個 就是用500塊日幣 然後去換5個小錢幣 然後你可以在那一整條裡面的日式酒裡面 然後一頭一頭一頭 另外一個非常推薦的車站就是 燕三條車站 它會把很多的名產全部都集合在一起 每個廠他們都會做出自己的名產 在日本的企業是 很多都超過幾百年的歷史 他們這一百年來都做一件什麼事情呢 就只做菜刀 或者是就只做鉗子 他們的車站裡面喔 很像你在好市多裡面 看到有一個阿伯 然後有個照片是什麼 它是什麼人間國寶 斷刀石然後在那邊磨刀 是不是很漂亮 嗯 猜多少錢 但是因你這個盤子個性喔 我覺得可能是萬起跳 對 一萬多塊日幣而已 在很多的菜刀裡面 我感受到有一隻的氣場完全不一樣 它在呼喚我 反正我就是 莫名其妙看了一把刀 我覺得這把刀實在做太好了 它的刀刃啊 它的鋼材 它的斷造的手法 然後非常的直 非常的漂亮 它看起來很像 但是它的這個木質啊 延伸下來的手感非常的好 你完全摸不出這個金屬 跟木頭中間的交接處 然後我就挑了這個 叫藤次郎 那藤次郎它也是 少數裡面 歷史非常悠久 而且又 願意開放工廠給大家看的 有一點可惜沒有去到 下次找機會 還會再想要去一個景點 各位 烏台撲氣 我們先從這個盒子的外觀做一下 有沒有 這個卡榫 很精緻對不對 這個超酷的喔 你是不是覺得它是放板的 我跟你講不是 來 這個時候旁邊 你要搭配另外一個 把我的那一盒拿來 你要問問看看 喔 喔 是不是熟悉 這樣有少了味道 這個就柴魚 這個刨刀咧 像這樣子 它就會在裡面 超香的 那個時候我們在現場 它可以讓你試銷 然後它有分熊節跟磁節 就是熊就是背 它在它的背後 然後磁就是它的肚子 想必很多做木工的人 應該都知道台烏 他們就是反正做刨刀嘛 它從1946年 一路做到現在 他們連它的這個盒子 都做得非常漂亮 而且很有分量感 這個多少錢呢 這個9900 這個2500日幣 有機會大家可以來我家吃柴魚湯 現銷的 接下來進到了我的 在這次日本型裡面的 日本伴手禮 三大喜歡的東西 這個 窯串 雖然這個杯子看起來很像鍍心版 但它其實真正的材質是鈦合金 你知道鈦合金的處理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它的斷敲技術非常厲害 而且它是做兩層的 也就是它外面跟裡面 它有一層中間的空心的 是真空的 有點像是你那個保溫 保溫壺的那個蓋印是一樣的 然後我裡面裝的是 一堆冰塊的水 它有一個很厲害 就是它放了10個小時冰塊還在 哇賽 這是天然保溫的 等一下就把這個放到我拍完 都會融化 這大概多少錢 這個 一萬一耶 對 這個比剛剛的那個刨刀還貴 請再沾越完 停開上去了 去過就沒了 跟它有一樣的這個做法的 裡面還有這個SUS 這個更屌了 請看一下這個美麗的外光 你看敲出這個 具有表面金屬Touch的A型 然後它這個其實是很適合當 紅酒杯的杯子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裝水的Size 也蠻適合的 SUS勒 它最酷的是 你知道這個杯子誰用過嗎 誰 猜猜 你該不會是 不是我 阿阿西 阿阿西 阿基拉 阿基拉 台灣那個日本女婿 對 用過這個杯子的 是日本的天皇 跟他們有一年在日本辦了一個高峰會 也就是全世界的元首總統 全部來的時候用的就是這個杯子 這個杯子的製造商跟製造者 就在我剛剛說的驗三條 我想推薦你走一趟 記得帶個十萬塊來一起去 在你知道全世界裡面喔 有四萬多家超過一百年的企業公司 那有兩萬多間都在日本 所以在我們今天辦手裡 大家可以最後猜一猜哪一家 其實它是超過一百年的 這個我們要值得自己 自己囂張的講一下 囂張怎麼囂張 你花了多少錢啊 不是不是 宣布啊 沒有沒有 我覺得當然跟大家平常的價值觀 可能略高了一點 但是你真的看過他們的那個 現場這邊做的那個樣子 你就會覺得這太便宜了 這根本就羞辱他們 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去日本 其實他是不太會把一些好東西 賣給外國人 你還記不記得那時候買一個菜刀 然後不是有一個人他就說 你看起來就不像廚師 他就不想賣你 因為他覺得他很用心的 把這把刀做得很好 他不想要給一個 指得更好的人啊 他是有脾氣的 他不像我們 就是我管你做什麼 你給我錢 我管你 你看他上面就這個 1816 這不是他電話嗎 4年份啊 1816年啊 這間公司已經開了20... 4... 0...7年 06年了 206年的公司了 這間公司叫做玉川堂 金光閃閃 看起來很漂亮對不對 對 這個時候我就要開始講 我們很自豪的地方了 你當時不是在現場 你當時不是在現場 不是要給我們拍這件事嗎 我跟你講 玉川堂從來不讓人家拍照的 從來不讓人家錄影的 然後我們那天就是 因為去的時候是那個社長帶我們去的 對 然後他們幫我們介紹了之後 他說 你是從台灣來的 充滿這邊秀人 他願意讓我們拍 但是我們那天就很後悔 幹我們那天怎麼沒有帶全組的攝影機過去 沒錯 我們會把它剪成一個短的秀石 然後我們比較長片可能就放在會議給大家看 可能收音沒這麼好 但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看 因為從來不讓人家拍 我們是可能是200年來第一名台灣人在裡面拍 反正一、三條之後我還會再去一次 然後當中有幾間企業 其實我有已經跟他們講了 就是有機會我真的很想要把我們 比如說 開講世界級工廠系列 去日本拍攝 講到這裡大家應該聽懂我的意思了吧 那個 歡迎社長來加訓 不是啊 這就是金翠洋同學 家人會員 我們一次出去要帶老多人 你知道這怎麼做成的嗎 它是用一片銅板 用手工這樣 敲成一個敏的形狀 一個敏的形狀慢慢敲上來 然後再敲成糊嘴 再敲成糊形 最後收邊 然後用各種化學物質 只剩的材質用不同的溫度 去做出它的色澤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曾經在講那個斷造法 不是有講什麼熱斷啊 冷斷啊 然後各種不一樣的 那就是我們所謂冷斷的 然後你可以把它稱之下垂起銅氣 下面還有一個很漂亮他們的LOGO 它其實有說它本來是 進貨到百貨公司去買 然後後來他們只收到 現在只剩下他們這家店 家庭做的店 為什麼他們店收到那麼少 不是因為經濟不景氣喔 就是東西沒辦法光臨 這樣出不出來 做這個壺大概是 一個月大概是 你說它四個禮拜好了 所以把它頂多就做三個 對 那個時候我 那妳說我覺得這一個好像 我記得一萬多塊 兩萬塊 美物便宜啦 真的嗎 我真的忘了 如果各位大概 妳還知道約三條 所以大概多少錢的話 你記得告訴我 最後要離開了嘛 然後它就有寫個命 什麼叫命 就是一個人 命嘛 就是上面是一個人 一個 然後下面是 就是敲那個 Cock的聲音 它就說他們每敲出去的這個 都是生命 是生命的聲音 我會講四千塊 我會講四千塊 可以買一個故事啦 買一個故事啦 買一個故事啦 妳就以後再加一遍拿出來講說 妳知道在日本有一個東西叫 演三條 裡面也有一個叫玉川塔 這個命啊 妳就丟一下 生命的聲音 你有做過發票嗎 每兩個月的發票開獎的時候 就是大家的命運大考驗了 這邊我要推薦一款 掌握偏財運的APP 發票怪獸給大家 發票怪獸就是掃描發票 或者是設定好載具之後 就會自動對獎 中獎的時候也會自動通知 就不需要每個月的時候 固定來打開確認喔 而且在掃描發票的同時 你會獲得怪獸幣 怪獸幣呢就可以拿來兌換贈品 抽獎券 甚至可以來抽iPhone14 在掃描發票的時候呢 你還可以認揚你的小怪獸 幫他全名字的名字 而在此時此刻 你可以透過這個優惠碼 獲得100塊的怪獸幣 祝你心中打獎 你知道為什麼在燕三條 這個地方 它會有這麼多厲害的 就是 金屬 鎖鎖的各種金屬嗎 其實他們在以前 他們其實是屬於 就是用靠農業要自己自主的地方 但是因為他們每年12月啊 他們的農業跟農產品啊 就會很容易就會死掉 那因為燕三條這個地方又有產統 他們呢就從東京請來一些鐵匠啊 老師傅啊 教他們怎麼打鐵 或是做造金屬加工 再加上為了人民要生存下去 他們就從以前做釘子 做鐵器 做鍛造 一路一路到現在 人生了好幾代好幾代好幾代 然後現在就變成是一個 有這麼豐富跟這麼厲害的產業 那也是全日本最大提供各種西餐具 就是出口啊 境內啊 的製造商 跟最大的一個 對 所以 我這邊就買了這個 看起來像是一個有造型的餐具對不對 你知道諾貝爾獎嗎 嗯 你們有沒有拿過諾貝爾獎 誰得過啦 誰得過啦 你得過的話也不會到這邊上門 在1991年的時候 你如果在那一年你獲得諾貝爾獎 每個人都可以擁有這個 那因為我們這輩子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會得到諾貝爾獎 對 但是我們可以 獲得諾貝爾獎 到時候晚上可以吃的餐具 他們當然除了西餐具以外 還有這種就是筷子 在後面啊 他這個有纏繞的一個 很細很細很綿 很綿密的織網 然後呢 你就是 你在拿不吸管筷子的時候 你手不會病 然後他前面有削到 一個非常像籤筆 筆尖筆心的這種感覺 因為日式料理就是很講究 吃懷式料理就是要 吃懷式料理就是要 用前面這樣捏 那樣子 MATOMORU 我可以派家子 這一趟買了很多杯子 但這個杯子很炫喔 來 他是拿來做清酒杯的 開花了 有沒有 炫對不對 很帥耶 很帥齁 這個也是 哇 真的很漂亮耶 有沒有感覺 讚 是不是 你看他還有藍耶 還有一點藍 然後花紅葉 就是楓葉 工業人買的伴手禮 是不是 充滿著品味跟時尚 想必你們都知道在日本 有一個賣台灣很多年的品牌 叫做馬牌吧 對不對 這個連你們女生都知道 就是做這個非常的厲害 馬牌其實就在 新鮮線 就是我們的這條產線 在這個地方 你應該要買什麼樣的 伴手禮給你的工業朋友們 各位 小男生 準備尖叫了嗎 哇 小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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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馬牌生產線喔 是強到他們公司從 鍛造 研磨 熱處理 沾膠 各種所有的工序 都是一間工廠自己做出來的 它的每一個部門拉出去 都可以獨立變成一間公司 我怎麼厲害 變得很厲害 變得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你看這個 這不是裝飾品喔 它是很流暢 你可不可以吃一點痴心的臉 這個還是要 小人國的人要用嗎 它是你有摩韌口的喔 你知道那個 那個KEBA的鉗子啊 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 你把它合起來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非常非常細 很像 很像那個 東海大學裡面那個教堂有沒有 羅斯伊教堂 對就是上面 你覺得如果拿那個 騰刺狼的菜刀 然後我這樣在旁邊 然後剪出一小塊 就是矛盾大家會覺得 我決定不要 我決定不要 不要這樣我可能下次就去不了了 你會直接被日本所有這種 穿工廠去封殺 我特別幫大家帶了粉紅色的 這個只有在那邊買得到 螢光的 螢光的 是不是這樣關燈 我會全部會 會這樣 一直剩著變得亮 這個很像一個什麼 很像柯南 柯南裡面那些黑的 這個就是你知道那個 剉殭屍啦 你以前刨那個東西 是不是都刺刺的 對啊 超紅 尻到 這個你看手完全摸過去 完全 那裡用 OK啊 這個已經是看不見的工業了 你知道 為什麼 就是你已經是人類的可視範圍外 就是 我真的想不出來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這個就叫專業 各位 創男生工業指南 我跟你講 送這個東西 你絕對嚇死你太太 非常的厲害 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剪頭髮呢 女生最喜歡做什麼 美甲 喔 指甲件 指甲件 然後你知道他們的指甲件 長什麼樣子嗎 長得像尖嘴錢的樣子 我的天 還是尖嘴錢 然後他們上面打的 就不是KAYBA 他們打的是 MALUTO 他們的指甲錢 是我剪過 我就不想再買別的指甲剪 就是你那個剪完 我的指甲是不用抹的 喔 我剛好缺一個指甲剪 真的嗎 真的啊 那你就 就繼續上手線買 KAYBA是一個 就是 我覺得除了工業人 每個都加一五小時外 他們的生產製造 是非常驚人的 KAYBA他們到明年 應該是一個 一百年的歷史 錢值做一百年喔 一百年來我 做錢值這件事情 看這種 日本剪 剪樹枝的錢值 專服光固化的剪 跟3D列印 光固化的時候會做很多 那個支架嘛 就是那個支架支撐 所以你可以沿著剪切 然後他們就要出這種 很奇怪的啊 錢值 各種奇怪的頭 有些台灣是看不到的 反正其實 馬牌你說我在看到很多的 比如說做模型的啊 那個很有名的牌子啊 跟德國有一些很厲害的牌子啊 然後跟馬牌他們自己的 其實很多都是他們製造出來 他們幫忙做的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集的最後 把它當成一個結尾 也當成一個開始 是一個很棒的 也就是在此奉勸 那個CAPA的社長 如果我們觀眾喜歡 如果你想要看這個CAPA 跟這個支架錢的公司的話 那也是留言告訴我們 我就可以拿著這一串留言 寫信到那個日本的心線 告訴那個社長說 哇台灣的人 多麼關心你的公司啊 然後呢 幫我們給他壓力 情緒勒手 不要去買那種糖果餅乾 對不對 日本有這麼多厲害的工業文化 我們是不是應該就是買這種小東西 其實你花了錢 花了錢 比較多啦 真的比較 是多了點 好那如果你喜歡我們這一類工業人的 日本伴手禮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按喜歡 或者是推薦給你的朋友 或者是留言告訴我 你還想要看什麼樣 日本奇奇怪怪的 或者是各種工業的伴手禮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們拍攝更多有趣的影片 或者是出國看看一些有趣的東西 帶回來給大家的話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者是你可以到我們的商城買我們的周邊商品 或者是呢 你可以使用下面的超級留言 或者是訂閱我們的IG帳號 我們常常會把一些最新最快的資訊 都放在我們的IG 所以記得追蹤它 那就是這禮拜的超音樂少年 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 你們自己最喜歡哪一個 你們剪指甲 馬路筒 他指甲前 他有女生的這種 粉紅色的 打開還是斜口前的樣子 好厲害 你看要拍完了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滴出來 拍出來有沒有看 我覺得我來帶你這個杯子好了 這看不錯 這蠻實用的 這真的很酷 喝啤酒的 非常需要這個東西 我會不會再說 你會不會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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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再說